欢迎各位来到NPC频道 说起女巫 人们第一时间就会想起美国著名的贝尔女巫事件 已故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宁可对付一整支英国舰队 也不愿意在贝尔家哪怕只待一晚 从此贝尔女巫就成为了美国民间传说中最为家喻户晓的女巫 黑巫术又称黑魔法 施展黑魔法的主要目的通常都是用来害人 施法者会通过放骨 诅咒以及秘密仪式来达到谋杀 治病 迷惑等等的目的 然而除了作恶 有的说法也表示黑魔法其实可以用来 医治其难杂症和驱邪 在29年前的马来西亚 有一个女巫利用了人们对于黑魔法的迷信 骗取了大量的金钱和谋杀了至少九个人 今天这期视频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宗轰动了整个马来西亚的女巫杀人事件 这个杀人女巫犯案后不但没有躲藏起来 反而还很高调的去了整容以及买豪车 她就是马来西亚历史上最残忍的杀人犯之一 莫纳芬迪 莫纳芬迪是一个艺名 她的本名叫做马兹纳·伊斯迈尔 她于1956年1月1日出生在马来西亚的玻璃士州 莫纳从小就希望可以成为一名歌手 在她31岁那年 她的歌手梦终于实现了 当时候她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 从此莫纳芬迪这个名称就铭刻在了大马人民的记忆中 但是人们记住 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她的歌唱得好 而是因为她转行成为一个女巫之后发生的事 由于专辑的销量不佳 莫纳坚持了一段好长的时间 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最终她迫于无奈只好转行 这时她正好遇到了那个改变她人生的男人 阿芬迪 阿芬迪是一个巫师 她和莫纳相识不久就结婚了 两人结为夫妻之后就一起砖研黑魔法 身为莫纳的第三任丈夫 阿芬迪除了是一个巫师 她还是一个武术教练 她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学习了好几年的马来武术 所以她和莫纳决定开设一个马来武术班 据说莫纳喜欢穿着三点式的内衣授课 因此她们的武术班成功吸引了很多血气方刚的男徒弟 可是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莫纳夫妇解散了武术班 然后成立了一间巫术诊所 她们会为她们的信徒医治其难杂症 比如解降头又或者破解邪术 莫纳夫妇还到处宣称 她们的法力已经强大到可以让人们轻易获取大量的财富以及权力 这些传闻很快就传到了周议员拿督马兹兰的耳中 1993年的7月13日 马兹兰便动身前往与莫纳夫妇会面 她希望莫纳夫妇可以在来临的大选助她一臂之力 为了展现她的诚意十足 马兹兰毫不犹豫就先付了她们31万令吉 另外还付上9张地契作为定金 说实话 一个人如果可以动不动就拿出30万令吉和9张地契 她还需要黑巫术来帮忙提升财运吗 收了马兹兰一大笔钱 莫纳夫妇就拿出了三件 据说是法力无边的法宝 交给了马兹兰 三件法宝分别是前印尼总统苏卡诺的拐杖 送骨以及护身符 有了这三件法宝的加持 马兹兰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而且还会获得一笔巨大的财富 随后 莫纳夫妇以及他们的徒弟朱莱尼 把马兹兰带到了劳务 马兹兰开车 载着三人来到了一栋还没建好的房子 他们告知马兹兰 为了让法宝的威力可以发挥到极限 其实还必须施展一些秘密法术 而那栋还没建好的房子周围都没人居住 正是施法的最佳地点 莫纳带着马兹兰进到屋里之后 就指示他脱胜内裤 准备冲花浴 拿督 请你闭上眼睛 你会听到很多神奇的声音 接着就是数不尽的金钱掉在你面前 说着 莫纳便指示 躲在暗处的朱莱尼 用一把早已藏好了的斧头 对准马兹兰的景象砍了三下 马兹兰当场毙命 为了不让马兹兰的灵魂找他们复仇 莫纳就对马兹兰的遗体施展了诅咒 让他永不超生 随后 他们就离开了劳务 只留下徒弟 朱莱尼 在现场处理尸体 由于马兹兰的妻子 一直都等不到丈夫回家 他心里开始感到不安了 他尝试致电给马兹兰的党员 询问他的下落 但是所有人对马兹兰的失踪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他已经连续缺席了好几项的大选活动了 这对于一项热爱政治事业的马兹兰是很不寻常的 于是他们分别在1993年的7月18日和19日报了警 马兹兰的失踪当即就轰动了整个马来西亚 有传言说 马兹兰的失踪很可能只是大选前的一个阴谋 但是警方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这个时候 莫娜夫妇早就已经逃到了吉隆坡 开始大肆地挥霍着从马兹兰那里骗来的钱 莫娜花了一大笔钱来整容 阿芬迪则是利用那些钱开设了几家公司 他们还买了一辆奔驰轿车以及各式各样的珠宝 不但如此 他们也毫不忌讳地拿着马兹兰 给予他们的地契到律师事务所办理转名手续 跟莫娜夫妇相比 身在劳务负责善后工作的朱莱尼 只是得到了区区几百令吉作为酬劳 毕竟失踪的是一名州议员 案件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1993年7月21日 警方在报章刊登了马兹兰的失踪案件 希望借此获得更多线索来找回马兹兰 幸运的是 警方很快就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投报 他声称他在不久前 曾经向一对夫妻购买了一辆车牌号为 CAA1515的奔驰轿车 当报章新闻报道了马兹兰的失踪后 他才惊觉他刚买回来的那辆车 就是马兹兰案件里的失车 警方沿着这条线索 终于查到了朱莱尼的身上 正好在这个时候 朱莱尼很不幸地因为 私藏不良药物而被警方逮捕了 但是不管警方怎样逼问 朱莱尼依然对整件事件守口如瓶 什么都不肯说 警方当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在他们坚持不懈的调查下 莫娜和阿芬迪很快就变成了案件的头号嫌疑人 并被警方逮捕以协助调查 虽然莫娜和阿芬迪被逮捕了 但是忠心耿耿的朱莱尼依然不肯松口 一直等到阿芬迪批准后 他才把他分尸以及埋尸的过程 全部都合盘托除 案发当晚 在莫娜夫妇离开后 朱莱尼先把马兹兰的遗体包皮 然后用斧头和扒冷刀把尸体砍成十八段 再把碎尸埋进一个室前已经挖好了的六尺深的大坑洞里 警方根据朱莱尼的供词来到了案发现场 并在那里搜到了一把手枪 几枚子弹 一把斧头以及两把八冷刀 根据对案发现场的勘察 警方发现在房子后方有很多轮胎和干柴 因此警方推测朱莱尼原先的计划 应该是准备放火焚尸来毁尸灭迹 但是不知何故到最后居然改变了计划 只是随便把尸体埋起来算了 难道是因为想起自己那可怜的酬劳而心有不甘 所以才草草了事吗 随着警方对三人更深入的调查 他们赫然发现原来死在莫娜夫妇手里的不止马兹兰一个人 1993年7月30日 警方在登加楼州的干马碗挖掘出三具尸体 后来被证实是26岁的陈金安 他25岁的妻子廖宝宝 以及年仅5个月大的儿子陈宝留 一个星期后 警方又陆续在另外一个地点 发现了三块人体碎肉 那些碎肉被怀疑跟之前找到的一具身份不明的无头诗有关 除此之外 警方也在苦苦追查曾经跟莫娜夫妇有过接触的六名女子 在花费了大量的警力和时间后 警方始终掌握不到那六名女子的行踪 因此他们推断那六名失踪的女子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在盘问莫娜的时候 她坦言 她的杀人动机是为了修炼一种十分邪恶的黑巫术 唯有夺走九条人命 她才能练成那种黑巫术的最高境界 在审讯持续进行的两年时间里 面对诸多的媒体时 莫娜不但没有心虚 反而每次都会面带笑容 而且都一定会盛装出庭 2001年11月2日 经历了数次的上述 和申请苏丹宽舍遭到了驳回后 三个罪有应得的凶手终于在佳颖监狱被处决了 在被执行死刑之前 莫娜被问起是否有什么遗愿 没想到她只是冷冷地从嘴里吐出四个字 我不会死 当天的凌晨5点59分 45岁的莫娜 44岁的阿芬迪 以及31岁的朱莱尼 被实施了侥刑 在莫娜死后 曾经关押她的牢房 就开始流传出了很多灵异传闻 其中被流传最广的就是 其实莫娜根本还没死 她的真身早就利用黑巫术逃离了监狱 回到了当初的埋尸地点继续生活 根据负责看管莫娜的预警透露 莫娜私底下十分平易近人 她从来都不说别人的坏话 而且她对宗教特别虔诚 有一次 预警终于鼓起勇气 问起了莫娜 她是否真的懂得 穿墙和漂浮在空中的秘书 莫娜听了之后 也只是笑笑地否认了 这宗案件到这里就已经说完了 虽说命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但是马兹兰就是过于迷信和贪心 才会让不法之徒有机可乘 如果当初她找的巫师不是莫娜 而是这个巫师 也许她就不会死于非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转发 点赞以及评论 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